豆浆心里苦,但豆浆不说 豆浆是一种好喝便宜又营养的食物 但是对它总流传着一些负面的消息 好像喝豆浆有各种经济 但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让我们来为豆浆同学洗霜这些冤屈吧 传言一,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 真相是,可以和鸡蛋一起吃 但是鸡蛋必须要煮熟 理由是,豆浆含一种叫移蛋白霉抑制物的物质 它会抑制蛋白质的消化,影响鸡蛋的营养吸收 但是其实我们喝的都是煮熟后的豆浆 移蛋白霉抑制物在煮豆浆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性 丧失了它的抑制、蛋白质消化的能力 所以喝豆浆时就可以任意搭配 水煮蛋、茶叶蛋、荷包蛋等等 至于在豆浆里打磕生鸡蛋是最好不要 不是说豆浆和鸡蛋相克 而是由于热豆浆的温度 并不足以把鸡蛋充熟 而鸡蛋很容易被所谓的沙门氏菌感染污染 如果吃煮熟的鸡蛋一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高温加热后会杀死细菌 但如果把豆浆中没熟的蛋花喝下去 就有食物中毒的风险了哦 传言二 豆浆不如牛奶好 真相是 豆浆的膳食纤维含量及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优于牛奶 理由是 豆浆的饱和脂肪含量远低于牛奶 对心血管疾病健康更佳 且豆浆富含膳食纤维 而牛奶中几乎没有 传言三 空腹不能喝豆浆 真相是 对于健康人随时都可以喝 空腹也行 理由是 担心空腹喝豆浆时 蛋白质会被迫转化为热量消耗掉 但其实豆浆中不只有蛋白质 也有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这两种物质 就会被优先分解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 最后才是轮到蛋白质 所以不用担心蛋白质被浪费的问题 传言四 喝豆浆会中毒 真相是 煮熟的不会 会中毒的指的是没熟透的豆浆 理由是 没煮熟的豆浆含有燥素燥肝等 可能使人出现头晕肚子痛 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 但若是用锅子煮 就要注意 豆浆要煮沸到没有豆腥味后 才能喝 要提醒的是 豆浆煮到80度吸食 因泡沫上浮 会出现甲沸腾现象 此时并没有煮熟 应该再多煮几分钟哦 传言五 喝豆浆不能加红糖 真相是 可以加红糖 不过要少放 理由是 红糖含有有机酸 会和豆浆中的蛋白质产生沉淀 影响蛋白质的吸收 但其实 豆浆都会和胃里的胃酸接触 即使豆浆中不加红糖 喝进胃里后也是一样会沉淀 蛋白质预酸时会产生沉淀 是很正常的 并不会影响营养甲值 在食物中 同时含有大豆蛋白 维生素B群 大豆液黄酮 维生素E 肇素直酸 大豆软磷脂 钙质 亚麻油酸 甲 次亚麻油酸 膳食纤维 寡糖等 丰富的营养成分的食物 几乎都是藏在含有胆固醇的肉类中 但是 被誉为植物界牛奶的豆浆 不但有这些全面的营养 还完全没有胆固醇 真的是很棒的食物 豆浆因为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 除了能够提供成长必须的氨基酸之外 软磷脂更是细胞膜的主要成分 是脑细胞组成的重要物质 此外 软磷脂还可以合成乙烯胆碱 供给脑部发育的营养 能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和剂性 豆浆也含维生素D 钾 美 等营养素 可以让钙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对于孩童的骨骼发展有助意的 豆浆的好处简单说明如下 第一 协助降体重 豆浆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对于想要减肥降体重的人来说 是最理想的选择 建议在用餐之前喝杯无糖豆浆 可以产生饱足感 降低食欲 就不会摄取太多的热量 对于减肥或维持体重都有帮助 第二 降低坏的胆固醇 豆浆的原料为大豆 也就是俗称的黄豆 有助降低总胆固醇与低密度胆固醇 也就是坏的胆固醇的浓度 第三 预防骨质疏松 研究发现 食用较多黄豆制品的中国与日本 民众骨质疏松的发生率 少于喝较多牛奶的欧美国家 因为豆浆中的大豆一黄铜 能结合骨骼中的受体 有助减少骨质流失 增加骨质密度 强化骨骼 所以研究才说 喝豆浆有助预防骨质疏松 另外 所谓黑入肾 黑豆浆补肾补骨的效果 又比黄豆浆更好 第四 预防心血管疾病 大豆脂质中的主要成分为 亚麻油酸 次亚麻油酸等 有预防动脉硬化 降低血脂肪的功效 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第五 舒缓更年期不适 黄豆中富含大豆义黄铜 是更年期妇女的最佳凉拌 能够改善更年期症状 发挥类似荷尔蒙调节的功效 第六 延缓人体衰老 豆浆中的植物造数 有防止细胞老化的重要成分 因其具有抑制活性氧 抗氧化的作用 对于代谢增后群的预防 癌细胞的抑制等 都有很好的帮助 不适合喝豆浆的几种人如下 包括体质太寒 肾功能不佳 身体发炎 等到这些状况都解除后 就可以恢复天天喝豆浆了 以下说明体质太寒的时候 中医认为 豆浆稍微带有寒性 假使在体质偏寒的情况下 喝豆浆有拉肚子的现象 这个时候就应该少喝点豆浆 但可以以豆制品来取代 还是能摄取到豆类的好处 肾功能不佳的时候 主要是豆浆里的植物蛋白 进到体内之后 会被身体分解出很多代谢物 当肾功能不佳的时候 反而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但并不是说肾脏不好时 就不能喝豆浆 而是要适量摄取 不要喝太多 开刀后复原期或感冒的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说正在感冒 身体正在发炎的时候 不要吃得太营养 因为当身体处在发炎的状态下 如果吃得太营养 身体转而去处理营养素的代谢 便会干扰到当时身体的自愈脊转 本来身体快好了 又会再发作起来 所以建议正在感冒 或是处于开刀复原期的病患 暂时不要喝豆浆 至于我们一天要喝多少豆浆量 才足够呢 医生建议一天喝一杯无糖豆浆 大约是240cc就很足够了 尽量不要把豆浆当水喝 豆浆尽量要喝无糖的 建议不要再加额外的糖分 增加身体的负担 另外市面上贩卖可自行冲泡的黄豆粉 民众一定要睁大眼睛 查看是否为煮熟磨成的黄豆粉 是熟磨成的黄豆粉才能饮用哦 否则一旦误食就会造成肠胃不适 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吃加工过的大豆类保健食品 因为浓受过的大豆义黄酮剂量比较高 一不小心摄取过量就会造成反效果 通风的人可以喝豆浆吗 通风患者的尿酸值若不是很高 大约在8左右 同时也没有在急性发作期间内的话 配合均衡的饮食习惯 例如说少盐少油少糖 再加上多喝水 基本上仍然可以摄取豆类食品 而丰富营养的豆浆就可以适量饮用 不过要注意 如果每天都有喝豆浆 而三餐中又要有豆干豆腐等豆类质品的摄取的话 就要注意拿捏好分量 豆浆除了喝纯豆浆之外 几乎所有的食材都能与豆浆搅拌在一起食用 举番蔬菜水果 坚果红豆绿豆等 相当适合都能增加 营养价值为健康加分 豆浆绿掉的豆渣也不要浪费 豆渣里面的营养比豆浆本身还要高哦 丢掉实在太可惜了 除了可以与面粉拌在一起外 制成豆渣饼之外 还可以利用烤箱烤出豆渣饼干 另外呢 红豆浆绿豆浆也是很好的食物 口感好 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